大家好 昨天是蓝鞋的例会 而且赶上了小型的拍卖 本来是相当开心了 拍了三颗花 价钱都非常的便宜 非常开心 但是今天呢 却发现一颗状态特别不好 所以今天的心情又跌到了底谷 咱们先说开心的事吧 看这颗 这颗就是一颗羚羊食糊 昨天花35块钱买到的 昨天拍卖人不多 而且抢的也不厉害 基本上抢到30 35 大家就停下来了 而且很多花都没有人抢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举牌就完事了 所以昨天卖的花真的相当便宜 这一颗羚羊食糊 之前我买过小苗 怎么长都长不大 这颗相当大 这么多杆子 根系都非常的健康 这么多根 而且还能看几天花也相当开心的 而且价钱便宜 所以这颗是赚到了 还有这一颗亚洲兜兰 我觉得买的蛮值的 这颗是30块钱 而且是一个原生品种 当时拍卖的时候呢 只听到了他说原生这个词 所以呢 就立马举牌拍下来了 拍到手以后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 查了一下他的花长什么样 不管怎么样 这颗是30块钱 没有人给我抢 看这个 有三个芽 老的芽开过花 带一个花苞 新的芽呢也长蛮大了 所以30块钱相当的划算 我觉得这颗也蛮值得 而且也挺健康的 从底下能看到一些根系 说明根已经长到盆底了 看它叶子的状态 里面的根系应该蛮不错的 这颗呢我也不打算换盆了 就这样让它在这个盆里面待着 等它看完花再说 每次蓝鞋呢都有抽奖的活动 就是在门口花5块钱 10块钱买一点彩卷 然后可以抽奖 可以抽到免费的植物 昨天买了10块钱的 抽到了这一颗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这一颗是一颗肉唇蓝 有好几个芽 四个芽 肉唇蓝的小花也是非常可爱 虽然我还没查 这个花到底能开成什么样 但是这个蛮大一颗的 比我现有的肉唇蓝都大 所以也非常的开心 但这一颗呢就让我非常的不开心了 这一颗呢 昨天拿到手的时候 只能看到表面 看表面非常的好 有好几个新芽 有两个新芽呢 都有花枝 看那个囚径呢 虽然老囚径有点干瘪 但新囚径看着还可以 但今天呢晃了一下盆 有的叶子就倒了 我就清天一拿就下来了 竟然一点根都没有 而且还是两节栽到一块的 一点点的新根都没有啊 老根全部烂掉了 而且老根也没有在盆里 看起来是像老根刚修理过 然后新栽种到盆里的 按理说 这种质量的兰花 并应该拿出来拍卖的 所以非常的不开心 我已经给这个协会 发了一封email 询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按理说他们 并应该鼓励这种行为 不管怎么样 这一颗也要救助一下 我会把这一颗呢 放在桃里里看看 长得怎么样 放在桃里里面呢 能促进它生根 保湿生根 那你像这一颗 这颗已经长花芽了 按理说长花芽的时候 它的根是不怎么长的 所以呢 这个能不能活下来 真的挺怀疑的 而且救治起来非常的困难 因为现在 并不是它积极长根的时候 看这个心芽底下的根 全部没有了 之前长过 应该是烂掉了 好 后续呢 也会给大家更新 这个蓝鞋是怎么回复的 好 后面呢 就给大家欣赏一下 蓝鞋花有带来的兰花 我也带了几颗花去蓝鞋 但这回呢 只得了小奖 并没有什么大奖 不过有小奖也开心了 后面大家就开开心心的赏花吧 好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妥妥味 4-5小小小匙 2-5小匙 1-5小匙 7-5小匙 1-6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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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 4-1小匙 2个位置 2小匙 2-5小匙 3-1小匙 2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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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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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